今天讲一下上午喝茶的事情 因为昨天双井的折腾到零点 但出来说我问他 我说是不是东正门就不用去了 他说他们管不了东正门那么的事 东正门那天也是当天急着要见我 我说实在回不去 所以我说周一行不行 开始说不行 后来估计他请示王一打电话 过来说可以 约到上午十点 所以上午十点呢 我上午十点之前呢 我就把手机交给了我们同事 公司的同事 然后呢我就空着手去了 去了以后 那个小伙子 一个小伙子倒领到一个屋里坐着等着 他说他就打电话 打电话过了好久 你没来 我就出去问他 我说 是不是因为我在双井已经坐过了 不需要 他说不是 他说是 我们这个是 这个是 分局 东城分局找你 不是国宝吗 他说是 所以呢 他们要从那个分局赶过来 正在路上呢 我就等着 等着过了可能一半个小时吧 等了 来了两个人进了 我一看不认识 我第一句话就是问 说他们 我就指责他们不守时 我说你们要学会守时 咱说好的十点 我十点前就到了 你们半个小时才到 我说我也挺忙的 那他马上立即给我道歉 说对不起 不先是 对不起 我那个 我们找车不好找 找了半天车才 才那个啥 所以呢 就完了 对不起 给我道歉 其实我不是太在乎 我其实就是谈话的一个 开想白 我就想用这种方式开场 这种以他们 他们认错低调的方式开场 就对这个谈话有好处 我就问他们 我说王硕怎么没来 他说王硕那个调岗味了 调工作了 不管这事了 我说他是不是不干国宝了 他说是 他说王硕以前给你做过这个笔录 我说以前全是王硕 他说是 开始他问什么事 王硕给你做的 我说 以前全是王硕做 我说 所有的事 没有 我就 我就记不起 我就没法跟你说具体哪件事 但是 我说王硕给我做的记录中 好多我自己是有记录的 我就故意的说嘛 这么说嘛 所以呢 他们说啊 那个王硕掉岗味了 我们俩第一次跟你见面 啊 然后 就坐下了 坐下以后就聊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那个工作怎么协调的 为什么 双警派出所 昨天 啊 给我搞得很晚 你们现在又搞一遍 啊 他说你 你是不是在那边住啊 我说是 你知道啊 他说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两个不知道 我们第一次接住你 然后就问我住在哪 装枪做事嘛 他们都爱这样 我后来我说过 我说你们不要老这么装 我其实我什么事你们都知道 啊 他们就都是这个特点 就他必须从你嘴里问出来 然后记下来表示他做的工作 其实这些事情他们都 他们都是知道的 啊 记完以后呢 就开始聊 就开始开始没开执法记录仪的时候就随便聊嘛 他说你你那个最近在网上说啥了 这他们的开场都这样吗 我说我说了很多话啊 说了很多话 具体说少我记不住 啊 昨天晚上他们也这么问我 我我真的记不住 我错没说某一句某一句话 他说那昨天既然也聊过来 那你这个事你也知道是因为什么事 他说你对香港是怎么看的呀 我说什么怎么看的 你希望 香港怎么 我说我说希望香港回归法治 啊 他说那你站在哪一边呢 我说我当然是站在香港市民这一边了 因为他们的五大诉求都是 基本法中所规定的一些权利 所以呢香港人要求五大诉求没有任何问题 是合理的 然后他他说那对港独 我说昨天晚上那个呃那个警察也说了 说你支持港独吗 我反问他谁是港独 你能告诉谁是港独 你能告诉哪一个人有港独言论吗 你们说不出来 你们不要在国内这个媒体上啊到处宣认什么港独多可恨 可是香港人没有一个公开的呃有这个港独的诉求 他们就是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是基本法内他们基本的权利 我说为什么为什么 那个我说香港人没有要求港独的 至少我没我不知道 所以你们说港独没有道理 呃 然后他说那你对这个 你你你既然说回归法治 你的意思他现在没有法治 我说现在呃 这些混乱都是 他他说那现在怎么造成的呢 我说造成很简单嘛 就是当局我就有香港的香港的港府和港警 呃不作为导致的 呃 我我就举个例子 我说比如说元朗这个打人事件 白衣人打人 这明显就是黑社会流氓行为 无差地对士兵进行袭击 警察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查处 没有这个这个抓捕 没有没有这个说法 我这不是纵容犯罪吗 纵容暴力吗 啊 那么港府就五大诉求 这样一些基本法的 这样一些合理的要求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样 林郑他不应该负责任吗 他不应该承担最 呃最这个责任吗 我说 我说这个也不利于一国两制 也不利于香港和 呃内地的关系 强调他说你的你的意思就是说 港府和港警是呃处置不当 是有问题的 我说是 其实就是回应我说那个黑警那句话嘛 啊 他就问我说 呃你说过那句话吗 我说我不记得了 他说那他有问说你知道这个事吗 就是你提的那个 就我我那两句话的事 比如说有很多人自杀呀 轮件 我说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的 你翻墙吗 我说不翻墙 他说那你怎么知道 我说各个微信群里有各种 啊 也有海外的 有很多信息 链接 而且我也懂些英文 我是能看懂的 呃 他说那你确定 你觉得这是事实吗 我说我我说根据 我说我我认为是事实 说你你你查证过吗 我说我没有专门查证 但是根据他的信息来源和信息的对比 我觉得应该是事实 呃确实有很多人自杀公开报道 对吧 呃所以呢 如果很多人自杀 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嘛 对吧 呃他说 嗯 你对这个国外的媒体 你不觉得也是个人的观点吗 比如说群里有些人 我说也有些是个人观点 也有些是些 新闻 他说哪些新闻 你觉得比较可靠呢 我说西方左右媒体的新闻 我是比较相信的 他说你不相信我们这边官方的新闻吗 我说你们相信吗 我说像环球时报这样的东西 你们能说啊 胡锡进是个实在人 天天说大时候你们是觉得这么认知的吗 我说对于官方的信息 我可以告诉你们明确 我基本不信 我直接跟他们说的 呃 这个电脑不行 因为他这个东城啊 东城拍子刚装修 很多都没到位 还有我们房子有味 最后他说哎那我们上楼上吧 就楼上找一间房子 有电脑的 结果找了一间房子 有电脑 打开以后呢 他不知道密码 我说你看今天可能我们就笔录不了 我说你们老 我们现在被你们叫来做笔录 哦 我们都叫做喝茶 其实我一次茶也没喝你的 那那我说如果是真喝茶 那你们怎么做笔录啊 所以不是每次都要做笔录的 啊 他说既然来了 我们还是要做一下 因为我们跟领导有个交代嘛 我说这个我理解 呃 然后呢 这家又换了一个办公室 啊 这个可以了可以做笔录了 然后呢 他就弄完电脑后打开制法记录仪 打开制法记录仪呢 就是比较正式 他就告诉我 他说我们现在啊 正式对境讯问 呃 轻易理解 有些信息虽然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要问 因为这是成熊说明白 呃 这个 然后他就主动的把警官证给我看了 呃 这个年轻的呢 他叫 呃 李延 就延师的延 那个年龄稍微大点的那个 在那做电脑前打字的呢 呃 他姓万 他说东城只有公安局只有我一个姓万的 啊 那就错不了嘛 他说我那个警官证没带 我说没事 我 我不太较劲 我们这个 我不会说你非要有这个警官证 我才能解 不是这样的 我我这个人还是很很随和的 后来呢 嗯 他就问一些具体信息 比如说问姓林啊 啊 这个身份证号码啊 啊 因为他开始就说 哦 在这之前他问过我一些具体的事情 比如说你是从哪里说的这个话 我说记不记得了 我是在微信群里 去哪个微信群呢 我说不记得了 我说我都退了 好多微信群退了 他为什么退呢 我说有的觉得没意思 有的觉得观点都一直就退了呗 呃 他说你有多少 很多吗 我说不多 我说但是 呃 嗯 退了的我都删除退出 我就 没有记录了 开始说 都是叫什么群啊 那个年轻的说 我说你这个什么群啥意思啊 我说聊天群嘛 他说那个 你别说我吧 他说 你看我有家庭群 有有这个工作群 还有同学群 呃 他说我可能基本没有这种闲聊的群 我说当然我理解 你是你是你是做这个工作的人 你你闲聊 你也不愿意去闲聊 你也不合适 别人也不愿意去闲聊这事情 呃 他说你们这个群是不是 我说我就更明确说 就是一些谈识证 哦 他说知道 还是这么去 你这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呵呵 回避嘛 对吧 我说是 我说人呐 不可能光做生意啊 家庭啊 人总是要谈一点 新闻啊 谈一点八卦啊 谈一点这个时政 是不是这样啊 我说要不活着什么意思啊 对吧 他说是 有理解 然后他就是 他就是老 老想啊 你有没有别的通行工具 只有这个微信吗 呃 我说只有微信 他其实就想问我 有没有别的 他说你已不翻墙 是吧 我说翻不了 啊 他 那个那个 然后就开始 他说你手机带了吗 我说没带 他说你怎么不带手机呢 你出门不带手机吗 我说出门肯定正常 我是带手机 但是我建议你们带手机 干嘛呢 我有时间看手机吗 我一边跟你们聊的事 我还在上微信 我觉得你觉得那样合适吗 他说也是 他说你手机在呢 我说我在当务市呢 然后国报是这样的 他不会强制着 因为他他不想把这个关系搞僵 因为他要长期给我打交道 所以我我是把握他这个心理 所以我就说我我我我我 我就没带手机 我手机在当务市呢 然后他就没再说什么 问了三次我的手机的事 他就很想查查我的手机 你知道吧 我要带着他肯定一定要查 但是我没带啊 他也不好说 非要到你办公室去查 对吧 一搭一搭的闲聊 前边的闲聊 到正式做笔录的时候呢 他就说了 说我们这个开始问一些信息 因为他问我的信息的话 我该怎么回答怎么回答 包括住址什么的 我都跟他说 然后说到家庭 我说家庭 家庭信息 我说家庭信息拒绝回答 他说好好你可以拒绝 因为这是你的权利 我说行 问我那个 问我这个家庭我拒绝吗 登记的时候 记得你的妻子的姓名 他说啊 拒绝回答是否 我说是 然后他就 他就说 你有小孩吗 我说我拒绝回答 他说没事 我们不记 先来 我说那可以 我说我有一个儿子 有一个小孩 他哪有年 我说儿子 我说在新加坡呢 哦 这件事情他 我知道他都知道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他没忘记 因为他只要不忘记 就无所谓嘛 对吧 我不成为记录 无所谓的 其实他们都知道 我知道 这个我们都清楚 但是拒绝回答是我的态度 然后 继续说你简历 我说简历 我说很有必要 我说你们呀呀 你们这个档案里 我多收我的信息了 他说没有 我们还是要从 我们俩第一次跟你接触嘛 我说行 大学毕业 然后大学毕业的 哪一年 什么专业 然后从哪年到哪年 在哪单位 一直到现在 减速到现在 他都敲上去 其实我是想 这种信息 他敲吧 还有好处 是吧 因为他这个 这个笔录的 这个全是无用的东西 多一点吧 我觉得也没坏处 你这些东西 都是都是对我来说 对他们来说 都是透明的 然后我问这些观点 问观点的时候呢 因为比较简略嘛 就你对香港怎么看 就是写 我说希望回归法治 然后下面是 对目前出现的情况 港府和港警处置不当 是有严重 有重要责任的 然后说 你支持香港的五大诉求 我说是 支持香港 香港人的五大诉求 因为这是 这是这个基本法 所规定的东西 应该给予香港人的 这都写上 他说你是不是发表过 有关香港的言论 我说是 具体发表了哪些言论 是不记得了 我说是 在什么地方发表不记得 我说是 他是在微信群 我说是 这些都记上 然后 然后他 这些这些基本的 因为在聊的时候 都聊透了嘛 我的立场 跟他说的很清楚了 然后他后来又问我 你对中国政府的现状 有什么看法 我说我希望中国走向法治 因为只有法治 才能保证人的基本人权 包括言论自由 他都写上了 然后他说 你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有什么看法 我说任何一个执政都必须 执政者都必须接受全面的监督 要不然就出问题 他也记上了 这是我的政治观点吧 我也没有必要避讳 然后 这个 他说你还有别的看法 我说没有了 没有必要说太多啊 对吧 这些这些就完了嘛 够了 然后就完了 完了以后呢 他就开始 这个人就 因为他在那个屋没法打印 他要拿到 他要到另一个办公室去打印 所以他去打印了 那小伙子呢 就跟我聊了几句 啊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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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说你受过 受过 没受过公安机关的处罚或者处分 我说受过 哪一年 什么时候 我说15年的6月5号到7月5号 被拘留过 他说因为什么 我说因为 敏感日 那天去天明广场啊 他其实都知道 但他就要从你嘴里问出来 那我就告诉他 我说但是这个处罚 最后给我变了一年以后 变成什么15天 行政拘留 还是行政拘留 我忘了 我说你们还欠我15天呢 开玩笑吗 然后他就 只是笼统地写了一个拘留 然后 呃 因为什么寻寻知识罪名事 因为什么事 啊 然后就就就就 就这些这些笔录都完了以后 他就打印了 那小伙子就跟我聊 他说我看你的简历 你那个时候是不是 啊 那一年八九 你是不是已经 大学毕业了 我说是啊 因为我那个是八五到 呃 八八在东西师范学校当老师嘛 呃 八八 呃 到 呃 九五在东西财经学校当老师嘛 所以他知道嘛 这一段 他说 哦 你你参与过是吧 你来北京吗 我说没来北京 就在当地 他说那我就理解了 那你这种 呃 行为我就理解了 他说 哎呀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这事 我说那时候你很小 你他是七九年的吗 七九年的八九只有十岁 他说小我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我有印象啊 所以 我说你后来去查这个资料了吗 呃 他说 那我当然查呀 他说我 我既然有印象 我当然就要去查试啊 所以我就理解你了 他说哎呀 我们只是工作 我们跟你一样 也会关心这些事情的 我说理解 我说理解 我说谁都会关心啊 这些事情的 你是一个年轻人嘛 对吧 那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啊 其实我是理解你的 我说 但他说但是私下里 我还是要说 像中国敏感的东西 呃 特别香港这个就不要谈了 因为你这个被人举报以后 那我们我们还得必须来跟你跟你这个 啊 谈话 你是多麻烦 我们就不希望 这种方式见面 我们就希望就比如说 我们我们我们这个 没有这种事 我们私下了啊 我们碰到一块儿啊 交个朋友啊什么 后来我还问他几个 又核实一下 我说你那个 王硕是不是调离国宝岗 我来 他说是 他说干别道 别的部门来 我说你那个国宝队长呢 他说是姓魏的 哦对啊 他说魏强 我说是啊 他说他还在 他还在 他说他跟你见过吗 我说他有一次笔录在 还有一次呢 我骑车车上班 他在那职勤 在那个两会期间 他喊我 我都老住 然后我就停下 这些车回去 跟他聊了几句 他说那个 但是他还在 聊了半天 然后呢 那个人 那个人打印回来以后呢 我去签字嘛 这些程序 当然 我也都很熟 他们也知道 就花花一千 隐隐手印 完了 他让我拿出纸来说 写个保证书 我说保证书我不写 他说不不不 你去写一个 写个说明 我说行 然后说 我发表过 有关香港的言论 但是呢 具体说的什么 记不得了 然后呢 而且微信群也已经删除 但是我没有发表过 港独言论 我也不支持港独 对于这个 对于香港 我希望 它 回归法治 还有 可能就这几句 然后呢 就这几句 然后我就 签了一个名 签了一个名 签了一个时间 这算是一个 在他看来是一个保证书 其实在我刚才 其实就声明嘛 就声明我 我发表过言论 我承认 但是具体什么言论 我记不得了 但是也删除了 而且 这不是港独言论嘛 对吧 这本身不是港独言论 我也没支持过港独 然后我希望香港 走向法治 对 完事了 就签字 签字完了以后呢 签字完了以后呢 他们也急着回去 他们说 哎 我们 我们把 拿车把你送回去吧 我说 我很近 就在旁边几步远 他说 好 我们也是顺路 我说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我说 我就得累到吧 我说 走你们 对吧 然后就出来 就分手了 然后 整个的过程 还是比较轻松 比较友好 而且我跟国宝的这个沟通呢 往往往往是 是要跟他讲一些道理的 因为 一些理念的东西 我是要跟他们讲的 因为 呃 本身 他们就是管我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 他能了解我的一些理念 因为这样防止 有误会 对吧 比如说前段时间 那个 说我有谣言 说我要买炸药 炸什么中央电台 那事 我明确告诉他 你们应该了解我的理念吧 我提倡非暴力嘛 提倡非暴力 怎么可能买炸药 炸中央电台 那有什么用 对吧 所以说 你们不要信 根本就不可能是我说的 所以说这种沟通呢 呃 有好处 比如那个王朔 当然他改行 是不是跟我有关系 我不敢说 但是至少王朔 自从管我 我以后 他是有变化的 从一开始 对我的一般的尊重 到最后 呃 我发现 他是有点崇拜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次 他们那个 卫强的国防队长 说 跟我说 啊 我调查了很多人 他们还是基石政府的 啊 我说那都是些啥 第一名 猪 他们说的算啥 啊 他说抽空 咱找个时间 到郊区把手机关 玩上几天 风景好地方 好好聊聊 那个国防王朔 就阻拦他 说啊 你不要跟 啊 杜先生 不要 这个意思是 不要希望你改变杜先生 因为杜先生是一个 这个 很有 很有水平的人 本来就是精英 说 本来什么 因为他查我那个资料嘛 原来有误导 就我被抓进去以后 我 别人写的东西 我女朋友也不是太了解 那么就说是什么 精算师前十 他是考研究生的前十 然后呢 他说杜先生是精算师前十名 说那个 好多证 而且杜先生是非常有学识的人 啊 是怎么做 说你没有必要 那个意思 我潜台诗 你跟他聊什么聊 人家 还不知道 说你多少条街 你跟他聊有什么用 所以他就有点那种 啊 还是对我是 而且好多事 他是要请教我 这个请教是不是真诚 就包括他职业问题啊 啊 包括我跟他讲柏林墙的故事 他他会 下一次会说 我杜先生 我上席 一晚上没睡着觉 我在想你这个问题 民主以后会 会清算我们吗 这些问题在他的脑子里萦绕 并且说 那你说我干这个工作 我怎么办 我能干的啥呢 所以他有这种 这些我 我我对他这种样 他是不是 选公 是不是 会对他有震动 啊 所以他可能 选择去做一个普通警察 不做国保 所以这有可能 也也不一定吧 对吧 嗯 所以呢 我跟他们沟通 我还是 一些理念上 我是要跟他们讲 因为这个东西 理念是公开的嘛 但是事情上 我会模糊 我不会跟他讲具体事 比如说 他们会问你 家庭情况 在做笔录 我会说 拒绝回答 尽管你们知道 但我这是我的态度 包括问 谁谁谁 怎么着 认识什么 我说我不要谈这个东西 我不要谈 这个别人 对吧 你跟我这个关系 就谈我就行了 谈我的观点 谈我的思想 谈我做的事 对吧 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牵扯别人 别人的事 我是一概不说的 另外呢 具体事情 我当然不会跟他们说了 对吧 具体做什么事情 这个一些事情 我不会跟他们说 所以说跟国保 跟公安 警察不一样 这派出所的警察 他是不一样的 警察他有一个毛病 第一呢 他对这个 这些事情 他不是太懂 他非常粗暴 有的就是脑残 他就会先恐吓你 这个时候 我的态度是这样子 是非常强硬的 我一定比他还要强硬 所以昨天晚上 我在派出所 第一回合 我就大喊大叫 喊得特别高 派出所 所有的人都能听见 那个所长就跑过来 用眼睛指示我 我说你别来这一套 别吓唬老子 老子不会吓大的 今天我还跟国保说了 我说装警的傻逼 那警察 刚我还嗷嗷喊 我说他妈 他以为我谁呀 我也不会吓大的 他们就笑嘛 所以说 他们去国保 也瞧不起那种警察 你知道吗 然后最后 啊 那个我 我还 我还跟国保说 我说到底是 他妈 呃 真的是寝室 还有这小子 亮我 让我等了两个小时 然后 特别搞笑的是 我这个事完了 跟国保完了 不是回到办公室吗 回到办公室 我那个同屋的同事 雷权正好在打电话 拿着我的手机 打什么电话呢 双警派出所 那个余警官给我打电话 他说正好来了 把手机给我了 那余警官很客气的跟我说 哎呀 杜先生 你看看 你这这不是又找麻烦 你看 呃 哦 他说你是不是刚才东城国保 我说是啊 他说那没办法 我这个辖区内 你还得过来一趟 他说我昨天晚上去做了笔录了 哦 你还让我过去趟 他说昨天我昨天没上班 谁做的 我说那个姓梁的律师 那个警官 我说还让我 这小子还让我 他们等了两个小时 我说如果不是 呃 你们按程序不应该请示的话 那我就要找他算账 凭什么亮我两个小时啊 他说那我不知道 我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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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好好好 呃 然后就挂了 因为这个姓渝的上司 就被我骂的那个家伙 我当时骂他闪逼嘛 后来一开始也比较横嘛 然后骂了一闪逼 后来打电话 跟我跟我服软 说哎呀 这像什么 你看你骂我干嘛呀 所以呢 这个 对这个警察和国保 呃 对他们 他们的行事方式不一样 就国保的行事方式 他会更 更狡猾一点 跟你显得更客气一点 呃 所以 要利用他这个客气 同时也跟他 呃 客气一点 就是讲一点道理啊 因为他的专门管这个的 他素质稍微要高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 是会有一些对话 其实这些对话呢 不一定是针对他 其实就是让他 呃 通过他呢 向上级反应 其实是我需要让他们的上级了解的事情 了解的我的我的思想 我的状况 我显得很坦然的给他讲 我就这个思想 呃 我我我就是支持香港的五大诉求 我就是对港警和港府之恶进行控诉 进行进行这个什么 就是对对当局不满 我就是对主流媒体不屑 我要把这些告诉他 我没有必要隐藏 对吧 呃 这个没有问题 我具体的事呢 我就会说 啊 不记得了 呃 拒绝回答 跟我无关 我有这种方式 所以呢 这就是对待国宝的态度 呃 当然我不是希望改变他的什么 但是我是希望 这种这种互相的这种 这种博弈吧 呃 能够 呃 更有利于我们 就能争取一点空间 就争取我们 就是让他 嗯 怎么说呢 呃 就是就是这种 有时候 呃 这种互相了解 也是有好处的 呃 所以呢 反而更有利 有利于我们这个 呃 做事空间 让他们知道 我们这些人是正义的 我们这些人是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民族 为这个国家 真正 呃 前途命运考虑的 而不是自私自利 为了为了为了什么 就这个让他知道 呃 国宝他对每个人 他是有评价的 他们会说 这个人人品不行 啊 老撒谎 老撒谎言 因为如果我们这些艺人是 好多从监狱出来的 就撒谎 就是编故事 人家 这些国宝也会 他也会议论 什么 某某某 这个人人品不行 出去就胡说八道 啊 进来就跟他妈孙子似的求饶 就他妈 呃 这个 这个 全都招了 还一出去就成英雄了 他们对这些是瞧不起的 但他对我这样的人 我跟他们在这种正式对抗 是我非常强硬的 完全不敢下巴 比如说在那个探索所 我会 我也是会大喊大叫 我说对你们这样 这种 啊 对这种屠杀还要洗地的 我非常愤怒 我就直接跟他讲 其实那个都是有监控的 我就要通过他反对上级 同时我要把我的观点说清楚 这是一个机会 给官方宣示的机会 同时呢 我也不会给他们编故事 比如说看中所 没有给我吃 吃药 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 那个虐待 我就是没有 我没有必要跟 编故事 我自身没有 就是没有 啊 他们给我检查身体 我会说啊 他们对这个年龄大的 会检查身体 怕你出事 我也跟他们说 所以呢 我该跟狱警对抗 对抗 但是 所有这些事情 他们会对你 他们 他们也是人嘛 他们会说 哎 杜先生这个人 人品好 这个人 有思想 刚之不恶 又不是那种 被 这个对 对自身的这个环境 自身的这种 有好处 他不会刻意 刻意 私人不会刻意去糟腾 他不会那样的 如果你 但是对他们 也会有一些威慑 比如说我 我跟他们讲 我说我这个 这个每一次的这个喝茶 或者这个 或者这个 笔录 我自己都会写出来的 后来那个网朔就跟我说 你能不能暂时先不要发表 我说我可以 我暂时不发表 没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呢 可能就 就 就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 就有一些 需要动脑筋 需要动脑筋的地方 警察呢 首先第一 第一关你要过 就不要让他吓住 第一关一定不要 这个经验 好多人拿去用了 比如重重的 谁都用的很好 你一开始吓得赶快 多多说说 啊我我 那他就来劲呢 一开始就非常 至少相对 策略的强硬一点 他 当然你心里肯定也会 有点害怕了 这个跟警察打交道 你想想 但是不要 暴露自己的 害怕 这样的可能就会 好一点 那么警察的 你当你当你的气势 他站不住你以后 下边他就会跟你讲 哎呀 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我们去这碗饭 这个时候就是服软了吗 好 那我配合你 我跟你面子 我们该怎么做 怎么做 对吧 但是像这个 我我肯定 我跟这个余警官 下一次打架了 我 不要再提这事 我说那一次 到底是他请示上级 还是没有 他如果没请示上级 他练我一个两个小时 我早晚又要问他 为什么练我两个小时 我要问清楚这个事 到底是请示 是绝了 还是没有 还是你在那 故意的走了 练我两个小时 我一定要问他下一次 所以这种打交道 他肯定是一种 长期的 长期的博弈 不是一个回合就完事的 所以在这个博弈过程中 你要 你要一步一步的 心理上站着上风 他轻易的 轻易的 他也就 不敢 这个 吓唬你 而且他能跟你 大事话 小事话聊 像今天这个最后写那个东西 其实他就说 就说 人家发表 是发表了言论 但是人家都删了嘛 也不是港独言论 对吧 所以他其实这种 就是给你 替你这个 替你开拓一下 所以呢 就是昨天晚上和今天的 这两次喝茶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针对普通警察和国宝 我不同的一些 一些应对方案吧 我是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因为普通的喝茶 一般你们是面对 派出所的现在 面对国宝的少 第一关就是不要害怕 这最关键的 就是 反正是 该 不承认的就不承认 但是要策略一点 不要说绝了 比如说 我就没说这话 那人家拿出证据 你没说 你没说 这谁说的 谁 那你不如说 我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了 我说了很多话 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你能怎么 我脑子不好使 怎么办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有时候 不要把话说绝了 是对于观念 对于观念 对于这个理念 一定要坚持 昨天我就跟他讲 宪法这个言论自由 我说 你凭什么对错 由你来决定 你 你 你谁啊 什么叫言论自由 还得有条件 有限制 还得只能说对的 对错 谁来决定 这个我是跟他 是大喊大叫的争论 最后 最后说那 实在 我要不能讲话 我讲话是犯罪 我沉默 我就不理你 我不说话了 不说话 他 他难受你 你不说话 他趁着 他玩不成事 他做笔录 还要你配合呢 他说那我们也是工作 我们现在程序性的 做一下笔录 你说什么 我记什么 可以吗 我说可以 没问题 全是 不记得 不记得 就完事了 我对国宝呢 可能我就 就不需要这样 因为国宝 他也不会这样 很强硬的对我 所以呢 就是 就是这个 当然我只是 每个人的情况 不一样 对吧 像我这种情况 因为国宝 他们见我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了解得 很清楚 所以他们才来 来的时候 他就非常客气 进门 我说你们 你们那个 以后守时一点 怎么能说十点 你们十点半才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则先生 我们找车不要难 找车不要难 然后 就这样开始 这开头就比较好 对吧 等他上来 先训练你 那你就开头就不好 所以这个谈话一开始 你就抓住主动了嘛 就就好聊了嘛 下一步 那你 他向你先道了歉嘛 下不就好聊了嘛 对吧 所以就就就 就这么个情况 当然 也是跟他们 博宝无数次的打交道了 这也是在揣摩他们的心里 反正 这就是昨天 昨天搞的十二点 今天中午又搞的十二点 搞了两个十二点 就是为了一句话 为了一句话 所以呢 就是 虽然是 这个 虽然是应对 这个过程中 自觉自觉的 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 还是觉得心里挺累的 昨天晚上特别是 他妈恋过两个小时 我还真有 因为 因为他如果给你订一个 传播恶性谣言 他是可以拘留的 这是可以的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我们的自主是有限的 我们只能在有限范围内 去控制自己的 这样种行为 但是不可控的因素 更多 不可控的因素更多 所以是更 这种应对技巧 或者这种 应对方案 相对来说 更需要去动脑子 所以其实是挺累的 所以今天晚上有朋友说 请我吃饭 我说算了吧 算了吧 我说我 我还是这个 太累了 我说 我说 那连续的 搞这事 今天下午 两点多 我就在办公室里 迷糊了一会儿 起来以后 我那个微信号 登不上去了 然后他给我封一天 临时封好一天 到明天的两点多 就可以申请开 这我想 我想这肯定是 核查完以后 他要象征性的 因为他要确定你确实有 他们认为你确实有传谣嘛 所以这样呢 尽管我说 我是相信这个结论的 相信是真的 但他认定是谣言 所以他有一个象征性的 要通知 通知腾讯 要给我 给我 这个 封一下 就封一天 我觉得还是比较仁慈的 封一天 还是能忍受的 所以呢 我还是觉得 反正是 还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生气嘛 封一天 封一天 每天就开了 因为恰好 我有业务 要联系 你知道吧 他如果封一周 我就很难受 所以呢 对 这个 当然 好歹今天有好消息 今天一看 喝茶回来 一看这个选举的结果 那种 那种疲惫啊 那种 应对的那种烦躁啊 就消减了很 所以呢 我就立即 立即这个 切换到 那个号 我一看 债主把我提掉了 因为这是 这种应对是很好的 债主做得很对 因为我 我当时 删号的时候 我没有删那个号 因为那个号啊 他不是用这个手机绑定的 因为警察 或者说国宝 他会问你 哪个号 手机 手机号是哪个 他查的话 登录 他是登录那个 或者他是查我那个 所以另一个号 我就 没删 其实当时也没 也没来得及吧 没有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 这些事情 你想那种周全 所以呢 债主提出来是对的 一条鱼 当一看 哦 我的群没了 我赶快就给 债主啊 谁的发信息 我说 你们能看到我消息吗 能看到 把我拉 拉进去 然后 我一看 不错 这个是一个挺 振动的消息 所以呢 就说 我没有白白的 关心 这个渔村 他们的这个 最后的结果 是对我 对他们关心的 一种安慰 所以还是 抵消了我一些 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今天我就 晚上吃完饭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喝茶的经历 嗯 你们听听也挺有意思的 你们跟狗狗打交道的时候 看有没有可借鉴的 如果哪一天的 我是不希望你们跟他打交道 如果哪一天 这个我刚才说了 这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嘛 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 那天还有个小孩 有个人还跟我说 你能不能一关手机 啊 这个不理他呀 我说你太太可爱了 怎么可能呢 你家在哪 公司在哪 全都知道 怎么可能不理他呢 你无法控制的 该理你还是要理 那没有办法 你就要想如何去应对 如何理他 这才是你要想的 这才是你要想的